热巴手握一部大制作,与90后小生上演古装爱情剧,看阵容收视稳了。 要说迪丽热巴,在90后小花中,算得上实力相当不错的一位。 看到他手中掌握的一些资源,让人刮目相看。 有消息透露,手握一部大制作,通过剧组透露出来的信息, 了解到是一部古装爱情剧,与他合作的男主角,是一位90后当红小生。 看到演员阵容,大多数网友认为,收视率稳妥了。 一般来说,一部作品在你心中有多大的期待, 只要了解演员阵容,幕后制作团队,就有一个清晰答案。 在90后演员当中,迪丽热巴是相当突出的一位, 仅仅看到他的相貌,能够征服一大波的观众。 要说演技,好的不得了,总会引来一阵阵掌声,也能多次进入热搜。 无论在现代剧,还是古装剧,以及快的速度物透出人物的原本性格, 凭借精湛的演技,呈现在观众眼前, 好比从原著中走出来的,找不到瑕疵。 以他拥有的成绩,交出一部高质量作品。 绝对不在话下,自从透露出他带来一部新作品,话题层出不穷。 不得不说,在演艺圈里竞争非常激烈, 想象一下,有多少人可以获得导演的赏识, 参与男女主角,要说这个比例是相当少的, 或许只有十分之一,可能更少。 要说其他一些演员,只能参与配角。 关于热巴再次给大家带来一部大制作安乐传, 网友通过各种途径,想要了解剧本的详细情况, 包括与他合作的男主角,又有哪些实力, 这些统统是大家想要了解的。 这次获得大家关注的作品,掺杂着的一些情感剧, 是非常考验演员的。 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,是一个核心部分, 如何把这些情感,展现出观众想要看到的, 是相当复杂的。 每次说起热巴,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给大家带来一系列作品, 用一部一部作品征服大家。 每次总会创造出一系列惊喜,让观众陶醉在剧情中, 难以自拔,相信他的这次出演,又将给大家带来一部高质量作品。 一般来说,一部剧情的男女主角,映入观众眼帘的, 好比量身定作,充分说明导演的眼光非常敏锐, 抓住了观众想要的,认为作品成功了一大半。 透露出来的男主角,就是大家熟悉的龚俊, 是同龄艺人当中的一位佼佼者,拿得出手的作品相当丰富。 拥有的经验越来越多,能够挑战各种各样的高难度作品, 有底气,有能力,为观众带来一个满意的答卷。 关注他参与过的一系列作品,瞬间在你脑海中, 想到一句话,几乎饰演什么就像什么。 非常注重描述细节,在出演作品之间, 总能够备好功课,哪些需要准备的,哪些需要备的, 容不得有半点的马虎。 正是他的精益求精,每次出演, 总能给龚俊创造许多荣誉,带来更多人气。 他的基础变得越来越稳固, 也获得了更多导演的赏识,手中的资源, 也引来了众多人的羡慕。 一部作品想获得成功,容不得有任何闪失, 也不能放过再小的细节。 有时候任何疏忽大意,会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质量。 得知迪丽热巴再次给大家创造出一部大制作, 在你心中拥有什么样的想法,几乎是非常明确。 必须熬夜追看。 与他合作的男主角,也是一位90后小生, 他们共同参与一部古装爱情剧安乐传, 早就被认为收拾稳了, 你又是怎么认为的?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by bwd6